來我聊世界儀天天的龍科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伯伯仁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盃2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Hera對上妮可夫 我是直接挑了他們的最後一把比賽來看 通常看最後一把比賽也就知道誰晉級了 所以我也沒去看比分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妮可夫選擇的伯伯仁 右上角是Hera選擇了瑪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Hera選擇的文明瑪雅人特性 瑪雅人特性可以吃這些自然之遠的時間 可以再吃得更久一點 像吃這個打犀牛或者是這個鹿 聽說撈魚好像也有 挖金礦挖石頭都可以再採15%更長的時間 所以他的經濟在前中後期都有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瑪雅人他的後期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任何的很好反擊的工程器 沒有火炮 那也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所以反制工程器方面會稍微弱一點 那瑪雅人的後期比較有特色的是白血老鷹 白血老鷹可以讓他的老鷹變成100滴小非常的坦 而且他的工兵有這個折扣上面的優惠 所以他前期打這個工兵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妮可夫選擇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最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比別人會比較快 到了封建時代開始是10%的移動速度 黑暗時代是5%而已 那伯伯仁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跟馬攻路線 騎兵路線的話 地用時代有8則優惠 城堡時代是9則 那他的馬攻路線的駱駝弓兵 也是像蒙古突襲一樣存在 非常強大 那伯伯仁後期還是不要搭配馬攻配騎兵路線 玩法其實跟蒙古蠻相似的 但是他的科技線又比蒙古又強大了一點 那伯伯仁在城堡時代的生頭戰術的時候 是有救贖思想的 但是到地用時代沒有印刷技術 所以可能還是要把自己的生旅路線給排泄掉 那他的工程系路線呢 比較好一點的是有火炮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用起來不會有這種科技上限制很多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張地圖吧 那這張地圖呢 開局有4可以去伐木 去開始捕魚船的 但Hera這一把並沒有捕魚 而且如果尼可夫這邊開始捕魚的話 這個經濟超級好 而且他的魚船移動速度又特別快啊 應該是所有船艦都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馬雅人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呢 可能沒有辦法像伯伯仁會這麼好 好 這裡看一下 這個碼頭 好 蓋好 浮地騷魚船 但是尼可夫已經兩哨魚船了 哇 這個魚船經濟優勢很明顯啊 兩哨魚船就是比較爽 這個162 然後這邊是172 171 瑪雅人開局會給多一吋的關係 所以抽雲速前期會有領先的狀況 好 但是尼可夫並沒有打算繼續捕魚船哦 不過按了兩艘魚船之後就走掉了 那Hera這邊也是 但是這邊可以考慮再補第三艘嗎 還是要來準備要來打 風箭斯大的戰船了呢 好 這邊先右邊先開了一個伐木場 哎唷 挖金礦 這一臉就是我要打火戰船 好 那尼可夫這邊要來思考一下 要不要也跟著打戰船呢 有挖金礦了哦 他的金礦在哪挖的呢 來看一下 好 在這裡 好 後面這個牛海的探路 好 直接雙碼頭出戰船 Hera這邊是出戰船 那尼可夫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戰船路線 而且兩邊都是一個弓箭型的文明哦 活潑人是馬弓 Hera是不弓兵 所以走弓兵路線 戰船路線也是相當適合 而且只有走戰船路線啊 才可以壓制這個中間的城鎮中心 這裡的村民啊 好 那中間大量的陸群 不是陸群啊 斑馬跟鴕鳥啊 都吃得差不多了 犀牛也是啊 好 開始兩邊戰船互打了 來看一下Hera這一波 沒有辦法先發智人 但是也成功拿到了一換一 兩邊不算太虧 好 看一下這兩邊 再來一個對打 互射一下逼退對手 戰艦方面 兩邊都是按到了極限 Hera這邊的木頭量比較多一點 但是黃金哦 並沒有開挖起來哦 這裡至少不到三到四個人會比較好 好 這邊尼可夫有一隻村民 欸 蓋房子嗎 來這邊蓋房子 好 在這邊 偷吃了一隻大象 原來拉了一隻村民來搞事 好 那現在馬爾仁的經濟現在是領先哦 但是尼可夫這裡 沒有繼續補漁船 因為現在這邊誰補漁船 誰的海就會爆掉啊 所以經濟上沒有辦法繼續延續下去自己的漁船的移動速度的增長啊 好 可以看到一隻船是1.26 波波人是1.39 那戰船也是哦 戰船是1.57 好 再上1.43 所以其實 尼可夫這邊只要戰船數量有起來 他就有主動權哦 可以貼上去A就完事了哦 好 哈拉這邊 還沒有打算要把中間的村民給撤離 只有拉了一坨大象過來吃一下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好 尼可夫點下了一級射 HERA這邊肉跟黃金不太夠 黃金可能要補到5個人了 不然戰船數量有點極限 好 點了下了一級射 現在尼可夫 一級射也準備要升級好 而且爆出了3碼頭 哇哇哇 然後直接補到了 8黃金是不是HERA 我還以為是5黃金 他直接補到8 那這邊碼頭可能會再按多一點了 好 碼頭現在數量也來到了3個 HERA準備要來爆碼頭 直接A死你 但是現在數量上明顯是HERA落後 好 尼可夫要用自己的戰船優勢往前點 再點一發 沒點到 回頭點 躲掉 左斜的 再走斜的 好 再往前點 再走斜的 好 只要走斜的 戰船通常打不太到 這就是點完之後 盡量走斜的 不要往前走 或是往斜的方向走 好 他這樣射過來 你就左右走 OK 那這邊戰船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尼可夫這邊點下了更多的戰船 速度來到了34村 HERA則是35村 兩邊的城鎮中心的閒置 差不多都是壓在30秒左右的附近 但尼可夫這邊TC閒置更少一點 HERA這邊補下了市集 準備要來提升時代了 這邊吃的那個大象有點補 波波人這邊經濟反而很差 這裡 願為了專心打海戰 現在這個經濟沒有專心把這些大象吃乾抹盡 HERA則是有把大象拖回來 來到中間繼續吃 而且他這個15%的資源持續的關係 所以又可以採更多的肉 所以HERA在這個資源的前中後期 都有加成 就是這個原因 好 接下來 尼可夫 戰船部分來到了14艘 HERA走到了後面 想要去抓魚船 結果抓到了一隻路過的村民 這波不虧 HERA現在要想一下 該怎麼打 HERA現在要打贏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 因為他現在戰艦數量 落後太多 但是又變成戰船來支援 有機會了 尼可夫示意一下 稍微拉走 結果點到了後面這一隻水牛 水牛表示 整天欸 好 那現在12隻戰船 13隻戰船 兩邊戰船數量現在差不多了 那現在尼可夫點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時間上已經落後了HERA 兩分鐘了 HERA時代領先 尼可夫這一波可能要硬打 你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如果不硬打的話 那你可能要被戰艦壓制了 不然就只能扛個兩分鐘 好扛個兩分鐘打打看喔 好 HERA這邊直接拋棄魚船 城堡時代升上去 奴炮戰艦 二級射 點不下去 現在肉不太夠 肉不太夠 點個奴炮戰船就極限了喔 二級射很難點喔 這個肉很扛 原來魚船也沒了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尼可夫這裡沒有打算上去直接A 這級時代落後 現在稍微要拖點時間 好 結果這個戰船一出來 就被擠火 燃尼可夫的出兵點被壓制住了 HERA這邊也想要找個機會 把你的戰艦全部拿下 好 盧炮戰船升級好 傷害變成7加1 戰船的話是6加1喔 但血量上有差距喔 135滴血跟120滴血 好 戰艦的部分 目前是尼可夫雖然有17艘 HERA是15艘 但是人家有戰艦的升級 而且還有二級射 尼可夫這邊一上去喔 也是喔 這個奴炮戰船喔 跟二級射會點的很極限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要不要硬點 好這個奴炮戰船 二級射果然點不下去 好有了 好趕快點 這一波尼可夫 好再等個35秒 好 結果這個 魚船又被打到了 好 那現在火戰船方面 還有三艘 15艘的奴炮戰船 二級射跟奴炮戰船都升級好了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HERA這邊要怎麼用戰船打出優勢 還是用戰船以拖待變呢 好 專心打陸戰 好 先用這個海戰喔 吸引尼可夫這邊的注意力 那由這個陸上的經濟喔 開始發展起來 打他們最熟悉的防守反擊 好防守反擊 好 現在彈道學點下了 右邊的戰船方面 看起來 來 尼可夫是比較多一點的 左邊的話 雖然HERA也很多 但是這裡只有15艘 這裡只有7艘 OK 這個碼頭要被拆掉了 HERA很想要把這個碼頭給點了 有這個機會嗎 就算你點了 我還可以再造一個 你就點吧 裡面有按了一艘爆破船 要是這個爆破船能做到事情 那就很不錯 好 裡面一艘火戰船出來 尼可夫點下了彈道學 二級伐木 HERA則是補下了殘陣中心之後 村民宿開始搖搖禮仙 50村對上42村 好 現在正面的部分 往前貼著進 點掉了一艘 武炮戰船 往後點 沒點掉 再往後拉 這就是往下走 再往後走 再點 好再射 OK 點掉一些數量 但是現在火戰船的壓制力很強 所以現在尼可夫只能往後拉打 阿 HERA這波海戰有拿到決定性的勝利了嗎 火戰船立大功 這邊的火戰船還在夠 但是尼可夫這邊有個細節 一直在點後面的 奴炮戰船 奴炮戰船數量越來越少 好 再回頭點一下火戰船 然後變成火戰船的數量 現在是 尼可夫還是優勢的 阿HERA還是優勢的 原來現在這個時間點阿 只要奴炮戰船越少的時候 火戰船的影響力就越大阿 好 現在HERA 有機會 打得贏嗎 HERA這邊戰船被點光 剩下四艘 尼可夫 這個拉戰船 拉打的真的是打得不錯 打得不錯 HERA這一波 潛壓 必沒有獲得大獲全勝 這波海戰拉打 精彩 精彩 不愧是世界等級的海戰 世界級海戰畫面阿 這個拉打 通常火戰船在前面阿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先把火戰船點掉 但是 尼可夫呢 這個是優先點對方的優炮戰船 所以說這個手術操作的 十分精彩阿 那HERA這邊的火戰船 配優炮戰船的攻勢 有點被破解掉的感覺 所以現在海戰有點失利 趕快繼續轉玩入戰吧 開農 海戰 但HERA應該是有點半放棄了 阿 還是有在出阿 但是可以看到他出的兵阿 並不是很多阿 馬托也沒繼續補的阿 都是一個且打且珍惜的狀態 那個尼可夫呢 是繼續轉出了更多的 奴靠戰船 想要一局把這個海戰給拿下 那如果尼可夫可以拿到海戰的優勢的話 HERA這邊就很難受了 因為這個中間的海域控制範圍其實很廣大 這張地圖我覺得是很有打海戰的價值 可以控制到陸岸上的這些礦場支援是非常多 尤其波波人又有這個火炮戰場 到了後期呢 是可以直接用精略火炮戰場 控制這邊岸邊的礦產支援 甚至木頭 這邊一旦失守了海戰 這個遊戲也可以宣告結束了 但是HERA是世界冠軍等級人物 應該不會這麼容易就被壓制 好可以看到HERA中間的承認中心 也要被拆除 這張地圖 我也是我覺得這次比賽地圖裡面最難打的一張 開局就在隔壁之外 還要打海 還要去外面開農 而且你中間只要海丟掉了 很多礦產支援 你也是沒有辦法很好的正常開挖 甚至這個金礦都有可能被火炮戰場給尻掉 這個地方也是 可以看到這個礦產支援 還是有些部分都是靠在岸邊的 只有少部分的黃金是比較偏內陸的 好 那HERA這邊至少有兩三塊黃金飾在裡面的 兩三塊 其他支援都是靠岸邊的 好 HERA現在是四艘弩炮戰船 分四艘火戰船 先稍微看一下 那現在尼可夫有中間的 基地優勢 基地優勢 就是 這邊就可以做出一個很好的進發點 從這邊蓋個城堡 或是這邊直接進攻 都離HERA加都很近 只要把HERA這邊的戰船全部搞定 尼可夫就可以開始全境封鎖了 但是HERA這一波打得不錯 直接燒了 落單的四艘 弩炮戰船 但是尼可夫 走之前還點掉殘血的弩炮戰船 細節細節 又是一個細節操作 一般在看比賽的時候根本不會去注意這麼多 只有在看RP的時候 就會發現 他們原來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我們玩家平常在看的時候都不知道他們做了哪些細節 那現在這邊有一台投石車 偷偷牙子 這個不是前置BK 怎麼會有投石車A過來呢 還砸到了村民 這台投石車已經賺到了兩村了 ERA現在這一波 有點小虧 有點小虧 投石車原來是從中間進發過來了 中間基地 直接產兵到你家 ERA的村民處現在是領先 90村對上73村 尼可夫這邊經濟有點落後了 投石車這邊又給到了更多的壓力 又砸到了一些村民 來到了擊殺三人 ERA的海災終於全部被殲滅了 海軍全倒 尼可夫這邊是補下了一根馬 就 準備要來出騎士 這邊直接用奴炮斷船防守 這邊老鷹還在秀 終於死去 尼可夫點下輪走技術 但是ERA已經點到帝王時代了 帝王時代一來 準備要走羽毛劍射手 那我也覺得馬雅人這張地圖 如果已經中間施力的情況下 走羽毛劍射手會更好啊 暫自沒施力的情況下也是得考慮打 因為這個羽毛劍射手移動速度是真的快 好這個火車換掉了 那這個地圖這麼大的情況下 不走的機動性部隊不太行 好不太行 好那ERA先3TC繼續農 那如果要繼續走 羽毛劍射手路線的話 那可能TC還要再多開一些 不然3TC 這個時間點36分鐘 農田32片田 這樣經濟其實支援蠻吃緊的啊 要趕快到40分鐘經濟最大化的話 TC可能要多開一些 好有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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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我想說你怎麼不開TC呢 這邊要這樣打的話只能開TC了 OK ERA這邊4TC開下去了 尼克夫這邊馬就直接準備戰家登場 好這個是先轉出的清奇兵 清奇兵防守 因為出奇事的話 還是太容易被ERA的勝率給壓制住 所以看到勝率之後馬上轉了清奇兵 好 這邊再存個數量 等到4到5隻再衝嗎 好3隻就出發 好現在尼克夫已經瀕臨城下 但他並不知道ERA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好這裡可以馬上補下三級射 好這裡直接控住大量田 尼克夫這裡打得不錯 騎士落馬 繼續往前補 右側部分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5TC繼續農 無情開農 好這邊騎士過來還有清奇兵 這裡僧侶要怎麼保住是重點 僧侶遭翔來不及 後來這邊慢了一步 所以剛剛直接收進去 OK 沒有關係 這裡反應還是很快 好清奇兵再來一次 這次可以打到一刀嗎 可以 好瞬間放出來 再放出去 想要讓清奇兵回頭 但是沒有打算要回頭的意思 右邊的老鷹想要嘗試解掉 哇 這個老鷹立大功了 拆掉了一個 投死車 好這裡開始轉老鷹了嗎 還是要轉大量槍兵呢 我怎麼覺得這邊轉槍兵會更好 但是HERA這邊是選擇了精銳英勇士的升級 好升級速度之快啊 但是如果現在轉槍兵的話 木頭也不太夠 現在黃金板是比較多人在開挖的 45個人挖黃金 你有點一級挖金嗎 沒點 我就知道 HERA你 這個黃金樹 感覺就很不正常 46個人挖金 到現在還可以黃金歸零 OK 突然想到要點挖金了 ID也覺得很奇怪 我怎麼上億人挖金換黃金還是不夠花呢 這也是啦 我們人也是 錢永遠覺得不夠花 HERA也覺得 當然也是合情合理 好 那現在一級攻點下 尼可夫 點下了二級 馬凱了 第五四代還有一分半拙的時間 哎呀 哎呀 這個老鷹 上囉 有了 兩台投石車拿下 第三台也拿下 老鷹登場 果然還是扛不住 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OK 但是至少三台投石車拿下 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還有兩隻生侶 遭想到了血多的騎士 這一波尼可夫 直接爆開 本來是可以大獲全勝的 OK 那現在老鷹 開始要直接產地值送 送到你家 新鮮的老鷹 馬雅人這邊黃金果還沒有點下 黃金果有點貴了 需要七百五十肉 這邊農田如果可以拿回來 開繼續種的話 七百五十肉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Hera要不要做一個經濟調節喔 好結果這個自爆船 哇 這個就為什麼我所自擋地圖 中間的海域一定要拿下 這個爆破船太舒服了 哇 哇 炸個兩發 老鷹直送 直接變成烤老鷹了 哇 香噴噴的烤老鷹 吃老鷹應該是犯法了 還是犯法 老鷹是保育類鬥屋嗎 好像是 好不確定 好 那現在 騎士過來 結果發呆 Hera也在發呆 欸 老鷹被射到動不了了 老鷹射到動不了 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微妙 OK 那現在 下方的城堡也補下了一個新的 中間這裡城堡沒有補 沒有打算要控住這個中間的城鎮中心 用工程器製造所 現在Hera在專注在左邊的戰士 右邊的戰士 現在又有個多線 尼可夫這邊直接走重裝騎士 砍爛的老鷹 路線正確 完全沒問題 而且這裡還有八折優惠 八折 直接省個15黃金 一隻騎士只要60塊錢 然後這個老鷹又在發呆 我怎麼說又呢 沒有啦是不是最近很喜歡用這個 站崗模式的關係啊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被射到一直不動 射到動不了 這一點就很奇怪了 好 Hera這邊重點下了黃金果 血量直接加40滴血 但是不能再繼續走海路了 再繼續走海路的話 又要被爆破船炸了一波 所以現在Hera的進攻路線 只能左右兩邊 繞過去 但是尼可夫也知道 我自己的海戰優勢這麼大 我這邊只要在路戰的部分 補一些城堡 就可以封鎖你進攻的路線了 所以Hera這邊 現在有點難受 難受 只能從路戰方面 長行進攻 那尼可夫這邊是可以考慮 點下化學之後 然後去點下火炮戰船 去偷點這裡的巨型投石機 跟延安這些的軍事建築物 所以尼可夫這邊可能要稍微去意識到 這裡化學的重要性 火炮戰船 後海的重要性 這波老鷹 反正想往前衝 拆巨型投石機 但是好像沒機會 裡面老鷹衝進去 但是被裡面騎士給解決掉 後方的三台巨型投石機 他還在給壓力 順利的拆掉 這波Hera打得漂亮 OK 現在Hera 數量上已經穩定下來了 穩定下來了 現在來到26隻數量 轉出了槍兵跟三級射 列可夫點下了三級馬卡 攻擊力還沒有點 好 現在正面大量的爆破船 Hera拉了一隻老鷹過來解 老鷹往前走 炸個一波 城歸城 土歸土 現烤老鷹 啊 啊 Hera這波 我怎麼覺得走遠啊 如果那一坨老鷹沒有送掉的話 去裡面亂飛 也可以讓尼可夫相當難受 剛剛那個數量 是有這個本錢 繼續飛的 後面再轉出槍兵去追騎士 都還來得及 甚至可以做出很好的一波攻勢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不好說了 不好說了 這個海戰沒拿下來 太容易被BBQ了 BBQ 張地圖真的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沒想到尼可夫這一把海戰 控得舒舒服服的之外 還用爆破船炸了個舒服 炸了個舒服 而且還不是炸一次 炸了兩三次有了 好 Hera在中間的城堡補下了一個新的 好嘍 那如果這邊轉火炮戰船 這裡沿岸的城堡 尼可夫都打得到 都打得到 黃金也控得到 在這邊氣海戰 其實是一件 欸 你怎麼 我回去看一下 怎麼一回來他又炸了 越看越不對勁 Hera這一波沒有用戰崗模式 反而被吸走 被炸了第二波 OK Hera被炸了三四波 這個老鷹 都熟了 好 老鷹直接手撕戰劍 土著登船啦 哇 這個登船打擊很嚴重 直接燒光全部的船 好 其次也是寡不敵宗 現在Hera從右邊有新的攻勢 左邊尼可夫一直在全力防守 並沒有組織攻勢 所以後面並沒有火炮或巨型頭石機 蓄勢待發 Hera的打法都是會一直保存 一些巨型頭石機 等待好的機會 再把巨型頭石機架起來的一個打法 我覺得這裡是Hera比較厲害的地方 那我算是細節都有做 但是剛剛那邊 這幾波失誤造成有點 有點不太好打了 本來 Hera這邊經濟可以快速領先 或者是戰線可以一直往前推進的 可以看到邁亞人這邊經濟已經領先非常多了 尼可夫這邊越拖越後期 對於Hera來說越難受 尼可夫這邊重點就是要先把攻擊力趕快點上去 icio攻擊力 二攻還沒有點 三攻也是 Hera這邊則是三攻三防 全部都點了 攻冰的步冰的全都點了 到這邊尼可夫 要思考是遇到槍兵 要不要轉駱駝弓兵喔 駱駝弓兵 如果轉駱駝弓兵的話 遇到老鷹 也要點三級色 精銳升級 還有化學 才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這裡有槍兵 決定不打 這裡騎士有夠慘 我們來點個草藥治療補個血呢 看來這個血量好想補血 好 結果右邊的騎士 抓掉了兩台巨型投司機 這面的老鷹又再次炸開了 Hera看到右邊施力 開始往左側進攻 Hera開始想要奪回海戰的優勢 她突然意識到 這遊戲 這張地圖 沒有海戰 真的不行 好 趕快轉海戰 那如果你本來就要打海戰的話 選瑪雅人是不是 就怪怪的人 因為瑪雅的海戰並不是那麼的強 她甚至沒有火炮彈船 在延安打擊的部分 還是只能靠自己的巨型投司機 或是大衝車去搞定 好 海戰重新補出 這一波海戰好像不錯 但是 爆破船直接炸了個清光 Hera 再一次被爆破船炸到 戰劍無法成型 尼可夫這一把 我覺得蠻穩的 該不會進擊的是尼可夫 而不是Hera呢 難道世界冠軍要輸了嗎 世界冠軍要被淘汰了嗎 但是左邊的攻勢還沒有提喔 還不好說 左邊這邊再多補一些槍兵 繼續往前推進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現在 左兩邊兵力怎麼平衡下來 也是個問題 但是城堡被拿下 哇 Hera很可惜 來不及用老鷹解掉巨型投司機 左邊的巨頭可能要保不住了 這邊騎士數量有點多 但是右邊的海戰 開始被Hera給堆血球給堆起來了 右側這塊黃金 Hera還是沒有成功守住 入戰方面還是有點吃力 爆破船再追個一波 老鷹又熟了 又熟了 這個爆破船 好傷好傷 這不是快要炸到五六十招啦 五六十隻的老鷹啦 應該有了吧 爆破船全部被Hera給點掉 現在在海戰方面 繼續進攻 好 左邊騎士上前開始 這一波騎士上來全部搞定 昌兵全部死去 這一波女炮戰船 加上昌兵 防線做得不錯 但是問題是後期要怎麼打 馬爾人的科技後期就那樣子 不像尼可夫這邊 後期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火炮 還有火炮戰船 可以用 Hera這邊的生旅路線也不太可能 越到日後期生旅也不太可能出現 但是這邊是Hera的碼頭 一出來就可以支援火炮戰船 不是火炮戰船 不是火炮戰船 炮戰船 炮戰船現在數量上是比較優勢一點 又來到10艘 而且出來的話又變成14艘 好 尼可夫後面不戰船又補了過來 來到了16艘 現在兩邊戰船差不多了 但是右邊有一坨騎士 悄悄的從右邊要衝進去砍個一波 這波Hera完全沒有意識到 大家右邊已經被入侵了 中間這裡派了非常多的槍兵 過來支援右下角的海戰 Hera很想要把這塊黃金給拿下來 但這波騎士已經在夠了 還在夠 還在夠 好 這裡的槍兵一直往這裡補 這裡的黃金礦卻沒有拿下 左邊這塊區域也沒有黃金了 現在兩邊急需新的黃金來源 Hera一定要把這塊金給拿下來 拿不下來就等死 那現在尼可夫也在全力想要拼海戰了 但是現在需要海陸進攻才行 這邊一個手撕城鎮中心 順利的把這個城鎮中心給拿下 但是後面的經濟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名又一波騎士往前衝 阻止了蓋寶村民 Hera這一波城堡也蓋不起來 但是槍兵有不過來不關心 所以槍兵可以趕快來支援了 哇這邊槍兵千里迢迢來支援啊 大量的槍兵都從這邊走過來啊 好海戰方面 現在 Hera 今天來到了22艘戰船 一個故事來到了15艘 右側的重裝騎士 直接被壁咚 卡杯咚 直接個卡杯咚 直接咚上去了 咚上去了 好 那現在右上邊 這裡再重新補一個城堡 Hera這一波 還是有機會 現在石頭輸量海污全多 正面海戰 Hera還在夠 槍兵戳到戰艦3很高喔 哇 槍兵戳戰艦很高 這就是海盜屬性嗎 直接搶船了 尼可夫 海戰要勢力了 大量槍兵成功做到的事情 尼可夫這邊突然買賣了一波 我還以為他打GG嚇死我了 Hera這一波 有機會嗎 好像有了 海戰開始搶回來了 尼可夫突然海戰打不太贏 大量槍兵一直往前補 解掉了非常多的奴炮戰船 好等你馬頭要繼續補 繼續補 海戰絕對不能失利 一旦失利了 遊戲可能就要結束了 好現在伯伯人 有一個戰艦兵 主下更多的奴炮戰船 左側戰毛兵跟戰毛 跟這個騎士往前壓 但是這邊城堡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上方的老鷹過來 解一下戰毛兵 現在伯伯人的戰毛兵數量有一點多 現在 尼可夫的黃金數量 也要見底了 Hera是已經見底了 已經見底了 好但這波火炮成功解掉一台巨型投資機 老鷹想要過來解 這邊一個築城戰法 右邊再圍一下 好繼續圍 欸但這裡怎麼一隻 一台 撈單的巨頭 好城堡沒有拿下 火炮成功守住了這一波 但正面的戰線好像快要扛不住 來了爆破船再來繼續GO 但是這裡已經被奴化戰場給頂到 哇又戰了一個老鷹 老鷹又戰到了 OK 現在這一波 Hera還是有決定性的優勢 只要有槍兵在 海戰就不會輸 好這個是一個海盜 跟軍艦的 一個聯合作戰 這個劇情我看過 海賊王 海軍跟海賊一起聯手 OK 那現在這一波聯手 打出了很好的戰果 沒有想到邁阿倫 在沒有火器單位的情況下 海戰也可以打得這麼好 好現在巨型投資機開始進攻 左側旁邊有少量老鷹溜的進來 尼克夫的經濟也來到了極限了嗎 好這裡開始補肉馬 好黃金還在挖 Aera現在黃金數量是只剩下八個人在挖 兩棟城堡都有點殘血 巨型投資機直接到了海上 開始進攻 走這個青台路架起巨型投資機 OK巨型投資機架起來 但是海戰從左邊突然有一波 大量的海戰出場了 這裡爆破船直接炸掉了大量槍兵 槍兵直接死 隨身倒地 這裡是到十隻槍兵吧 好但是老鷹的數量也很多 這一把老鷹也想要打海戰 哇好慘烈啊 老鷹死的死倒地倒 但是Pera的海戰後面還有三十台龍套戰船 這一把尼克夫要補多點肉馬到前線這裡幫忙作戰喔 好但是肉馬打那個彈箭傷害就不是那麼的高 好不像槍兵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好但是大肉馬已經三進好了 我這裡都是八者肉馬 好每一隻肉馬 都很便宜 都很便宜 OK往前貼 被抓掉 戰船收掉 往前 後面奴炮戰船三十四艘 Ara這邊還有二十三艘的戰艦 但是右側有肉馬跟火炮開始往前進攻 左側方面海戰快要來到了直線 昌兵這邊擠肉馬擠得很漂亮 這邊尼克夫的黃金資源來到了十三艘 黃金還有二十四個人在挖 Ara的黃金已經歸零 這一波打不下來 Ara可能會有點難受 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小時十分鐘 兩邊還沒有放棄 Ara這裡透過買賣賣了五百木頭 換了七十塊黃金 但是終究打不贏 又有黃金 晃產的尼克夫 哇 戰艦數量又被打開來了 本然剛剛是四軍力敵 甚至Hera有優勢 但是這塊黃金沒有辦法正常開挖 火炮持續進攻 這一把Hera好像 穩了 穩有兩種 是哪一種 各位自行判斷 穩了 現在尼克夫還有二十三個人在挖金礦 這裡黃金礦產實在是太舒服了 全世界的人都在這邊挖 Hera現在支援量已經被反超了 尼克夫支援現在是一三K 對上一二K的Hera 現在支援支援 Hera應該有點束手無策了 現在沒有火炮的攻勢 也沒有巨星球C 只剩下強兵可以出了 沒有黃金 什麼就沒辦法 右邊這塊黃金 也要被尼克夫給挖走 待會只會節節敗退 右邊的九艘戰艦在角落 澀澀發抖 這裡還想要撿生物去 拖更久的戰局嗎 Hera很不想要投降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把 是他的最後一場比賽嗎 看起來就是了 今天就是 對 好 好吧 那我們 可以看到 Hera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尼克夫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 Hera 盡力了 盡力了 只能說 瑪雅這個選擇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這張地圖裡 畢竟這是一張海路混合圖 如果選個什麼波斯啊 或者是選個什麼 沙拉森 之類的 打伯伯人可能都比較好打一點啊 那都有可能是被 被 被 被ban掉了也有可能啊 但是 前期這個棄海戰的想法 感覺並不是太優 但是為什麼他要棄海戰啊 也是因為自己的入戰啊 海戰方面 本來就不是這麼的優勢啊 中間的這個城的東西 爆掉的速度太快的關係 也有可能讓他經濟沒有怕增長那麼快啊 那 Hera也就在這邊 直接被淘汰掉了啊 那我們Hera止步在了16強 那接下來的比賽呢 都是來到了8強了 來到8強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啊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Hera拿到黃金上的勝利 結果黃金挖的比較多的還是Hera 這個瑪雅的天生能力啊 就是這麼的狠 就是這麼的狠 但是黃金多還是沒有辦法彌補單位上的劣勢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放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了